Biet tù rèble con sei pe an toi Me tù baissé pombo quand toi Moul quittà tu quen ne do lè Fuà Ti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洛洋 因為疫情的關係 可能很多人連親民連假都會選擇待在家裡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跟紀念族裔 簡單生活 烏裕等等 這樣的主題相關的 電影影集和紀錄片 那我都會各推薦兩部 每一部都會談到不同面向的內容 那每一部我都可能会踩到一点点点的剧情 如果你完全不想要被踩的话 可以去资讯栏看电影名称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介绍吧 首先是电影第一部来自芬兰的 Tavalata Evas 中文一作《365天的简单人生》 英文一作《My Stuff》 那全片大概80分钟左右 这部真的非常有意思 是一部有趣安静的小品电影 就是在讲男主角Patrick 就是在芬兰首都二星期 那他已经拥有非常多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他还是常常觉得不快乐或是很空虚 他觉得待在自己家里就会很烦躁很沮丧 那仔细想想他明明什么都有了 为什么没有想象中快乐呢 所以他给自己设了一个挑战 替自己做一个365天的实验 就首先呢他要先把他家所有的东西 都寄放到一个个人仓库里面 连一条内裤都不可以留那么严格 然后再来呢 每天最多只可以去他的个人仓库 取回一样东西 除了食物以外 不可以在这一年买任何的东西 那第一天就蛮好笑的 也蛮夸张的 就是他裸体奔跑在积雪的芬兰大街 就真的连一条内裤都没有 他先去回收垃圾桶那边捡 抱纸来挡一下他的重要部位 然后决定取回他的第一样物品是大衣外套 因为可以遮到他的全身 又可以保暖 勉强还可以当棉被睡 所以他就这样睡了 隔天他居然觉得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那后来的日子呢 他用户外的冷空气当冰箱 还有叫他的弟弟一开始要叫他起床 因为他没有脑中起床 他也用手指当牙刷 也用手指当脱抹果这样的工具 里面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 送抱原来投地报纸的时候 男主角就说 Oh yes 有乐趣了 就当人真的一无所有的时候 平常一些你不想要碰的小娱乐 都忽然变成大满足 所以呢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Patrick甚至没有每天去取回一样东西 如果这部电影换作是我们的话 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挑战这么疯狂的实验 你的第一个礼拜会先拿回哪七样东西呢 这和我们现在物资过剩 然后有没有很多用不到的东西的状况 形成一个蛮强烈的对比 最后电影里面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Patrick的奶奶就说 东西不会变成一个家 家的感觉必须从其他地方来 那实验结束之后 Patrick她就说 我知道我可以掌控大概一百件左右的东西 但是我需要大概一百件左右 来增加一点点乐趣和舒服 真的非常推荐大家看这部小品电影 它反思物品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带给我们的价值 所以就蛮适合在一个 你想要放松又想要思考的晚上看 再来第二部呢 是来自泰国的《旧爱断舍离》 这很新 这是今年二月才刚上映的电影 片长大概一百一十五分钟 那整部戏的节奏 我个人觉得偏慢一点 也是属于比较安静要慢慢感受的电影 女主角小琪呢 她想要把自己家里改造成吉田丰 但是和现实状况相差蛮大的 而且她是跟她的家人住 要断折离这么多东西 还有很多的想法要跟家人沟通 妥协 所以势必要花上不少的时间 那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小琪不能等 因为改造势在必行 刻不容缓 小琪一开始把不再攀安静的东西 全部丢进黑色垃圾带眼 不见无尽 那有一幕很蛮有意思的是 她当着朋友的面说 现在谁还在听CD 那那个CD就是那个朋友送的 一开始小琪就不理解为什么朋友要那么生气 因为就真的用不到啦 是直到她看到她的哥哥 把她自己亲手支给她的围巾 也装进黑色垃圾带丢掉 她才明白说 哦原来自己居然是这么伤人 所以在决定物品去留的过程中 小琪她发现在有很多不能好好丢掉的东西 都是因为她有未解的结 好比她整理到前男友送的相机 好比家里有一台妈妈怎么样 也不愿意丢掉的钢琴 那剧情里面呢 女主角要求妈妈要一提执行断舍离的这个剧情 是我觉得特别激烈的 因为她妈妈其实在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 要被迫断舍离 所以我觉得她的情绪会失控也是必然的 那整部电影我觉得是在讲说 面对物品 大家都有不同的情感 面对会让人悲伤的物品 对有些人来讲说可能就是 丢了言不见我一定逃避忘记就好了 那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会不愿意和她分离 所以选择共挫 在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会觉得 好好说再见就是开启新的大门 是很好的转换方式 生活上每个人追寻的都太不一样了 也不是谁都认为对你好的改变 就是对他们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带给我最大的反思 就是要更加尊重 无法接受无法断舍离的人吧 再来呢是影集的部分 首先是在Netflix非常火红 有稍微关注几点段整理议题的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的 烹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 这个是由日本当红的整理咨询顾问 金塔玛丽会的代表作品 那玛丽会他会这么有名 是因为他在整理界提出一个 全新的想法和概念吧 就是只留烹然心动的东西 这让决定东西的去留 变得很快又很清晰 就是某个东西你该不该留呢 除了使用 所以必须留下的考量 你只要思考 有没有为你带来心动的感觉 这样就好了 整副影集呢 有8集 每集大概40分钟上下而已 每一集呢 玛丽会会带我们前往 一个个案的家庭当中 来探讨要怎样解决这个家里 整理啊收拾等等的问题 然后提出整理的先后顺序 看待物品的方式 就蛮振奋人心的 它让很多不同的家庭 从堆积如善的杂物中解脱 好比第一集呢就是一队有两个孩子的年轻夫妻 他想要让生活更惬意 自在舒适 而不是每一次回到家 就是面对做不完的家 失收拾不完的东西 所以玛丽会呢 他就以顾问跟整理师的角色 先后协助他们整理一般厨房等等 让他们从原本这样的生活贡献 变成现在这样子 那每一集都是不同的状况 好比第二集是退休的夫妻 把家里堆的快要满 那快要爆出来 然后第四集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寡妇 在玛丽会的带领下 他透过整理来正式面对 和重整自己的人生失去和情绪 整个已经应该是带给物品过色 家中很凌乱没有呼吸空间的家庭 很多很多的启发 那里面的案子最有些人 还有对我来讲可能会有一点夸张 但就是因为他们都办得到这样子的改变 所以自己也会想要毛起来 好好把自己家里整一整顿 让自己也处在一个怦然行动的空间 第二个来推荐的是一个日本的电视剧 我的家里空无遗物 总共只有六集而已 然后一集都大概半小时 30分钟左右而已很短 那女主角叫做麻衣 她本来因为家庭的关系 和家人一样是一个储物狂 她和妈妈外婆一样都很会吞起东西 一直以来都是生活在那种很拥挤的空间里面 像是她的房间就是各种漫画书啊 文具玩具娃娃公仔等等 但是呢现在的她就变成一个大家看起来 走火入魔的丢物狂 可能就是因为麻衣 她体会过空无遗物不被物品埋没的自由 所以她才会如此享受 想要让家里尽可能进空 尽可能围续在物品量很低的状态 那这不去一开始给我一种太极端的感觉 可能是因为她的具名空无遗物四个字 然后搭配真的是空无遗物的客厅 还有麻衣会一直冲动的小法很多 她直观认为不需要的东西直接丢掉 只是我越看越发现她其实蛮善解人力的啦 因为她会去调整所作所的 然后她也会思考 她会去顾及她的先生啊家人的看法 麻衣也间接影响到她自己的两个朋友 好比她有一个朋友居持 后来就有自己在咖啡厅聊天的时候反思说 有一些东西一开始喜欢 有一些东西是经过使用才喜欢或讨厌的 这听起来蛮像废话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有认真对待物品过 才会有个感悟 这个影集虽然很短 但是每一集探讨不一样人对物品 或是人对人的关系 大多数物品有了会很好 没有也无妨 剧里面有蛮多的观念和金居是能够带给大家反思的 不过整部剧是有比较搞笑一点的方式 来搭配鲜明的人物性格串联起来的 所以我会比较想要推荐给你想轻松一下 或是配翻看剧的人 最后呢是我今天觉得 你既然都已经点开我的影片了 如果你不看这两个纪录片 真的会非常可惜 那第一部我要推荐的是 The True Cost 中国异作时尚的代价或是真正的代价 今天的影片可以说是为了想要推荐你们看这部 The True Cost 所以做了影片 你们都知道筷子上最被人诟病的就是 要在背后付出太多惨痛的代价 其中一个质疑工厂的妈妈 她就对着这个纪录片的镜头哭着说 我希望没有人需要衣服 需要这种用鲜血织成的衣服 为什么我们买的衣服 居然有可能是用工人的死换来的 衣服成本低售价便宜 对我们来说衣服当然是负担得起的东西 一般人穷人也能追逐时尚 你只要花这么一点年的钱 你就可以有穿不完换不完的衣服 质量差也没有关系 反正丢掉也不是什么可惜的事 买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一个孟加拉的衣服工厂老板 他就无奈也很坦诚的跟大家说 那些大企业和我讲 如果你不愿意接受这么低廉的价格 没差我可以去找别家做 最后一家比一家还要便宜 小老板也要求生存 所以上面压榨他 他也只能压榨他的员工 然后这些工厂因为夹缝中求生存 也没有钱顾及更多 所以当整个工厂的墙壁裂开 然后整座工厂倒塌压死三千人 家属哭 然后知道消息的人难过 但是那些大企业就是继续赚他们的开心钱 因为大部分的消费者爱时尚 爱漂亮想要买新的衣服 这些消费行为还是会继续存在 而且大企业会用法律漏洞来规避一切的责任 在用漂亮化包装他们自己 好比一个快食商企业他就说 他们评估过一个月四千八台币的薪水 在当地比很多工作都还要好太多了 所以他们没有对工人不好啊 要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快食商企业的工作机会 他们那些当地工人可能更要沦落到 要去做一些坏事 不只是像上面这样子工作环境危害的问题 中国啊印度为了制造很低廉的衣服 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啊 还有柬埔寨政府啊血性暴力镇压 替自己抗争权益的工人 还有引发孟山都的基因改造棉花 让农民比以前更穷更被逼迫 还有被操控 那这些种种都是为了要制造坏 食商衣服背后的黑暗面 纪录片里面也提及到有很好的品牌 在生产啊寻找劳工商都尽可能以助人为出发点 他们和劳工说话还有讨论的方式 甚至愿意给机会带领出色的人一起前往巴黎 这跟相较前面的血汗工厂 你说就算他们符合法律那样子人道吗 他们对得起自己赚那么多钱吗 就真的一眼看穿很多不公平 我觉得这部真的是完整记录各种讽刺到不行的面向 他也揭露了一点点YouTuber大肆开箱啊分享自己的战利品 那就因为便宜洁室新风所以购物的情形 还有像是黑色星期五大家蜂拥抢购的盛况 片尾是蛮让人唏嘘的 因为他荧幕资本主义下的消费者大肆抢购消费 然后荧幕是背后工人无法到处的哀伤和无敌 两样琴这样交换穿插真的会让人觉得蛮窒息的 看完之后你真的不会想要再那么轻易购买那么低廉价格低成本的服饰商品 尽管这部纪录片是纪录大概五年前左右 就是筷子上还处在巅峰时候的事情 现在很多品牌有转型优化改善他们压榨劳工 对环境更友善的一些作为 像是H&M他们就提出他们的目标是在2030年前 全面使用百分之百回收材料来质疑 还有很多品牌他们都联署签署环保公寓Fashion Pack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快时尚和资本主义下的消费行为 已经残害整个世界还有生态太多太多 也让非常多人的购物心态默默的弯曲 然后变得非常不健康 实际上真正的价格是什么 远远大货那一点点让人光鲜亮丽的布料 真的非常非常推荐给所有的人看 不论你是不是对极简简单生活感兴趣 这个议题就像是我们在乎要少用塑脚袋 塑脚吸管那样子 应该要被更多的人重视 好的再来第二部纪录片 也就是今天要推荐的最后一个 它一样是在Netflix上面的纪录片 Minimalism 全片大概75分钟 这部和刚刚聊到了快时尚充斥物质欲望的议题 会有一点点重叠 但它更多的是在聊很多很多人 都默默的被物质给迷惑 这部纪录片的两个主持人呢 他们自己都曾经是会用消费 篇幅空虚啊 买入过多东西的人 在资本主义下面 全世界已经很习惯煽动引起消费者觉得 好便宜 潮流好物 快点买 限量 我买得起 犒赏自己 买了就会好幸福好快乐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变得非常的物质 而且我们已经默默的相信买东西 就是等于买到快乐 那里面举了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子 现在有一支新的手机推出了 假设是iPhone 6 你很想要买 然后买了之后确实也觉得很快乐 但是一年之后 它又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iPhone 7 你手上这一支呢 就变成旧的版本了 所以呢 你现在反而有点想像那个新的iPhone 7 而不是现在手上的iPhone 6 于是你去年的快乐 反而变成你现在不满的根源 大公司和广告制造出 你需要这些东西的假象 那我们现在的日子 明明过得好好的 开开心心的 但是有很多很多的广告 就是一直在释放 你有了它会更好 一定会更棒 因为那就是理想生活的必需品 像这样的假象 你不能不承认 我们真的会无法自法的这样思考 因为这是整个大环境 是资本主义下堆叠出来的 Jim Carrey他就说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得很有钱 很有声望 因为这样大家就会知道 这并不是人生的答案 层入上述所言 我们依然会相信 拥有越多想要的物品 就会离幸福和快乐更近一点点 所以我们会不停的消费 买更多更好看的衣服 更好的3C 更高级的车 向往住大平处 又豪华的房子 这两个主持人呢 知道很多人会误会 基建主义 minimalism这个词 大家可能会觉得 是不能有欲望 必须要活着 像苦行生 东西要越少越好 一定要夺精简 或是家里要夹土四壁 所以他们也有强调 基建主义不是极端的生活方式 而是协助你找回自由 解放你自己 帮助你去远离资本主义 然后找到快乐 我一直一直在频道所聊的 也是我轻轻为止 对简单生活的认知 就是物质的堆积 不能觅目我们生活上的空虚 买越多拥有越多 只会有很大的几率 让我们更加物质 更加迷失 整部纪录片 传达很多访问 各行各业人的采访 然后一边讲出 基建主义者的核心思维 片中还有说 我们拥有某一个量的东西 和收入 这确实能够带有我们快乐 但是你一旦越显了 快乐就不会成正比 甚至会往下降 真的也是非常推荐大家看这一部 这两个主持人 在TED上面的演讲 也非常非常有名 有好多人都受到他们的启发 还有纪录片里面 你们可以看到 他们从无名小组 一场演讲台积之猫来看 到现在可以说是非常知名 非常有影响力的 Manimalist的基建主义者 好的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 每一部都蛮发人深情的 我是在讲不出更好的话 来推荐你们了 所以在这一次疫情当中呢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的同事 也可以慢向自己的生活步调 好好的去整理房间 整段生活 然后了解看看更深面向 或是不同面向的 极简跟简单生活的 相关的作品 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立荣 我们就下一集极简生活 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